今天和大家煮霸王花毛花果西絲骨湯 霸王花可以清熱潤肺、止咳化痰、解毒消腫 一連四季都適合喝 霸王花還可以滋補讓顏 女士們更加不能錯過這個湯水 煮湯之前,大家記得LIKE、SHARE和按鈴鐺 訂閱曲一曲的YouTube Channel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 我們現在開始煮湯 首先處理霸王花 將它們釀開浸洗乾淨 通常煮湯都是用乾的霸王花 它們是很輕的 我這裡只是一兩半左右 當然是買10元左右 如果你買到新鮮的霸王花就要留意 新鮮的霸王花性微寒 夏天煮湯落兩至三棵都已經足夠了 將它們打直湯開四份 去掉花心再洗乾淨便可以用 而曬乾的霸王花寒性會大減 再配合適的材料便全年都適合喝 選乾霸王花要選色澤金黃或淡黃色 乾燥沒有霸斑 聞起來要有淡淡的香味 太深色代表比較陳舊 紅蘿蔔洗乾淨 大家都知道煮湯要買台灣紅蘿蔔 記得選擇比較聚手的 形狀最好系程圓追形 顏色要選橙紅色 色澤均勻便最好 這樣煮出來的湯便足夠甜 要選橙紅蘿蔔 粟米要買連衣 因為今次會用粟米衣和粟米酥來煮湯 撕走粟米衣和粟米酥放在一邊 最外層的粟米衣我們就不要了 留些比較陰、比較鮮嫩 再用水沖洗一下粟米的表面 選粟米的時候要選一些 衣葉成鮮綠色 沒有枯黃乾燥的 那就代表粟米夠新鮮 通常都是剛剛收成無奈的 今次這個湯我買了西絲骨 將它沖洗乾淨 西絲骨肉多軟滑 脂肪少 有少少膠質 非常適合用來煲湯 煲多久都不會硬 撈上來還可以吃 毛花果洗淨淨 用毛花果煲湯 會有一陣自然的甘甜味 還有健胃清腸 消腫解毒的功效 怎樣選毛花果乾呢? 選果深淨深黃色 深偏啡色就最滋潤最甜 如果一拿起就聞到酸味 代表是用硫黄分製過 最好就不要用它 如果你想煲湯甜一點 可以切開它們才放下水 南北杏洗淨淨 大粒些的是南杏 可以潤肺止咳 生瓶開胃 杏仁茶 杏汁等官員的杏就是它 小粒的筆杏 可以止咳平喘 潤腸通便 生食生的筆杏 會引致中毒 不過市面買到的南筆杏 通常都是已經去皮製素 再按合適比例混好 用來煲湯絕對沒問題 把紅蘿蔔去皮切頭切尾 再滾刀切件 紅蘿蔔味甘性平 有保乾明目 健皮消食 潤腸通便 清熱解毒等功效 最重要是令到煲湯有清甜的味道 更加好喝 把粟米切段再破開 粟米味甘性平 可以補充益氣 健皮和胃 利尿消肿 而粟米芯利尿消肿 清熱去濕 所以破開它的功效更加顯著 如果你吃完爆黃花的話 可以把它切斷 否則整棵糯都沒問題 粟米芯和粟米酥這麼有益 如何煲湯才不會散開呢? 前陣子有朋友教了我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將粟米芯搭起 中間捲著粟米酥 再用撕幼的粟米芯綁緊打結 這樣就可以放進煲湯裡 粟米芯清熱解毒 粟米酥利水消肿 平肝利膽 所以千萬不要浪費 西絲骨凍水下鍋 開火煲到表面浮起雜質 就可以夾起沖洗乾淨 這樣煲湯就不會有浮泡和酥味 所有材料預備好 就開始煲湯了 西絲骨 霸王花 紅蘿蔔 兩片芯 蘿蔔 無花果乾 南北杏 再加兩片芯 還有粟米伊 和粟米酥 加水蓋過食材 然後開大火 滾它15分钟,等材料出味 再谈谈霸黄花 它未甘性良,归肺经 可以清热潤肺 止咳化痰和消肿解毒 在夏天尾或秋冬天 因为天气干燥 痰热肺草,容易引起咳嗽 痰中大血 用它来治疗就特别有效 霸黄花还有潤肠通便 滋补美颜的功效 很适合女士们喝的 滾了15分钟 可以加盖转中小火 煮多90分钟 如果你有时间,这个汤煮够2个小时 也可以 够了,先夹到粟米衣 再调量加盐调味 这个汤的味道很甘甜 这些就是来自霸黄花和无花果的味道 够滋润了 这个汤很适合一家大小喝的 特别是小朋友喜欢吃煎炸食物 弄得整天咳嗽又多痰 就一定要煮给他们喝的 这个汤对止咳也有一定帮助 如果家里有人感冒味清 都很适合喝的 今天煮的霸黄花 这个汤的无花果西施骨汤 可以清热润肺 解毒消暑 花痰自咳 由夏天喝到秋冬天都没问题 红萝卜 粟米 西施骨当然可以捞回来吃 而煮软了的霸黄花都可以吃 口感好坏的 但这个汤稍微凉了少少 虚寒人士就记得多加两片姜 怀孕初期都不建议饮用 不知道你又喜不喜欢喝这个汤水呢? 有兴趣就快点煮给家人喝吧 详细的食谱和份量 可以在下面description box的连结里看到的 下次再和大家煮其他汤水 有意见或者问题可以在下面提出的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